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4月10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的第二小时阶段 我是依佩 好 今天其实我蛮兴奋的 因为呢 我去年演了一个舞台剧 认识一位新的演员 但是呢 在这个演员呢 我们在台中 国家歌剧院演出的时候 其实看到他在窗边唱歌 后来我才认真了解 他说啊 我对这个演员认识 实在是太少了 人家是超有才华的歌手好吗 所以呢 后来就有发落他的作品 然后呢 其实蛮开心的 因为呢 这位演员带来了 他全新的作品 要来现场跟大家分享 所以他现在也是演员 也是歌手 本来就是歌手了啦 我们欢迎黄世勋 阿姨佩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飞行黄世勋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真的对你认识太少 哎呦 我那时候就很害羞啊 拍戏的时候 对 有点边缘 不是因为你 你好像都没有在跟大家聊天 混在一起 就没有 就 我是比较内向一点点 然后 也不会特别提自己 有在写歌或是创作的事情 可是那时候你 其实我们 去年我们在演那个 我们与二的距离的时候 其实世勋在里面演的是 李小梅这个角色 其实戏也是蛮重的 内心成分也是蛮重 对 可是你在那个国家歌剧 在台中的时候 在窗边弹吉他把我们吓坏了 我心想说 天哪你也太会弹吉他了 然后后来不知道谁跟我讲说 是那个定谦跟我讲 还是耀仁跟我讲说 人家是歌手好不好 你照着放亮一点 我就说他 不好意思 世勋真的不好意思 是歌手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其实真的不晓得 你来聊一聊自己 因为今天刚好 你带了全新的专辑来现场 整集让你 你爱讲多久就讲多久 来来来 我大概是从 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创作 然后累积一些作品之后 在2009年发行了 自己的第一张创作专辑 叫做我小时候是嬉皮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 Live House表演啊 像女巫店啊 海边的卡夫卡这些地方 那后来就 发完专辑以后就去当兵 然后回来就中间有做些其他的工作 那自己的创作质量没有那么固定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才累积到 比较适合出专辑 或是累积成一个作品的状态 然后一直到前两年 我们开案做了新的专辑 那中间像仪佩刚刚说的 就是有去演舞台剧啊 然后也就是跟一些 喜欢吉他的朋友一起交流啊 这些 可是你是从小就对音乐 非常有兴趣吗 因为你知道能够弹吉他 其实还蛮多人在学吉他 但是能够弹吉他 跟能够创作 跟能够又自弹自唱 这是不太一样 level差很多 这是level差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啦 就是 但从小 可能去 还没有上小学的时候 去上一些音乐班啊 然后 可是那时候没有练钢琴 就是等到开始要练钢琴的时候 我就跟妈妈说 我可以不要练钢琴 现在想起来超后悔的 那后来 不然这样你就是会有很多 种不同的乐器 所以那时候不知道 以后会走音乐这条路 然后 国中开始弹吉他 那那时候 台湾开始有一些独立的乐团 跟创作歌手 我就看他们表演 我想说 我好像跟他们也没有差很远 是 就是 我大概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那我不如我来试试看好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试着自己写歌 那 到了高中大学就玩乐团 跟朋友去玩乐团 然后也表演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慢慢就这样一路上来的 可是自己写歌啊 你的那些灵感 还有说你到底怎么样开始的 因为你知道我自己是会弹钢琴 我是学音乐上来 可是你知道真的要 下笔写一首歌曲 对我来讲是真的比 登尼安娜 我就一直在想说 世纪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 当然我今天很开心 可以访问到你 但是过去我们大家可以知道 有很多创作型的歌手 都一直觉得他们那些灵感 到底是从何而来 当然最多还是从生活里面的观察 观察你自己的状态 观察你亲朋好友 彼此的状态 甚至有时候是陌生人 那有时候你去想象他们 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或是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境 在这个时候会讲出什么样的话 其实很像写剧本 对 那自己蛮幸运的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有顺利的产出作品 虽然量不是很大 可是 然后大家好像都还蛮喜欢 所以就有 就是它会变成一个动力 让我可以一直往前走 你知道我必须要说 世纪其实真的很害羞 直到我们后来 我们与二都已经寻回多少 就是我们一整年的时间 其实都相处在一起 对 可是我们一直到很后期 甚至于是我们那个舞台剧的 第一次首演的巡回结束之后 我才真正听到你的创作作品 而且我记得是 你在你的IG上分享之后 然后还有在你的FB分享 我们才听了之后 然后就要人把 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演员 郭要人把你的那个link 丢到了我们的群组 我们才开始觉得说 天哪你也太有才华 而且你的曲子 就是你自己创作的作品 其实有一种很 微妙的氛围 还有你的唱腔 会很像 你与其说是在唱一首歌曲 不如说你是在说一个故事 对 因为我自己是学电影跟戏剧的 所以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好好的讲一个故事 对我来说是 它就是我训练 然后我也觉得 这件事情超重要的 那在每一个歌曲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短片 那也许从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 也许从别人的故事里面 揭取灵感 所以就像宜佩刚刚讲的 就是每一首歌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那你可以从里面 看到我怎么观察这个世界 而且听视讯唱歌啊 尤其是你在一边搭着吉他的时候 我会很认真的 也许是你只有单单用吉他 没有其他的乐器 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去听 里面的每一个字 我记得那时候你丢的第一个link 就是要人丢的第一个link 那是哪一首歌 应该是勉强的爱 勉强爱 上来的时候 然后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哭了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啊 这个歌手到底是想要 把我们逼到什么样的地步啊 因为就觉得很有感觉 而且也许是没有其他的东西 干扰的情况之下 你会更能够去读那些故事 有可能你听到 我想是不是那些 他就是一把吉他跟我自己 然后听的人应该会觉得有一个 应该是那些 那些完了之后才看到勉强的爱 特别是自弹自唱的时候 他容易有一个宁静 然后你会想到自己过去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你在当 在诠释歌手的身份的时候 在唱你自己的作品 跟你在演戏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黄世循 就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相对来说 我是比较熟练一点的 然后他展现的就是 几乎就是完全的自己 那我虽然自己的故事或是情绪可以躲在歌曲后面 但他毕竟还是从我自己出发的 然后演戏的时候有点不一样 就是你可以躲在角色后面 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的戏剧经验跟音乐的经验 他们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就是有些地方是很像的 有些不太一样 其实我还蛮期待 也许余儿我们今年又要第二度加演 第二年加演了 搞不好你刚刚演一演演一演就可以帮那个李小铭写一首歌 是不是 我倒是没有想过 我觉得可以 李小铭也是勉强的爱好 对说不定李小铭平常会弹吉他 搞不好搞不好 好我们今天其实一整集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听很多视讯的作品 第一首你想要让听众朋友先听什么歌 第一首歌想要让大家听的是《困难时分》 那这是一首蛮短的歌 可是他对于已经开始工作的朋友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共感 就是说当我们出了社会我们可不可以面临工作的压力 然后早上起床不想出门 类似的感受我把它写在这个歌里 了解 好我们就来听听《困难时分》 今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Hug Radio是我养记 就一起在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4月10号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一沛 今天是我在我们与二的距离里面的好朋友 黄世勋 带来他的全新专辑叫做《勉强的爱》 好世勋 你其实这一张专辑 虽然只有六首歌曲 可是每一首歌的无论是歌名或是在阐述的故事 我觉得感觉好像都差蛮多的 譬如说一颗流星辅导 这两个感觉是一组的 然后勉强的爱感觉是自己一组 然后《困难时分》那些还有翅膀和光 你在这整张专辑里面 你想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 大家有机会的话去上网看我们专辑的封面的图像 它里面有一个像是有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有点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对我 怎么你自己也不清楚 我自己知道了 有人第一次看的时候会搞不太清楚 我刚看的时候我心想说是两个人吗 可是好像又不太像 因为感觉如果你硬要说两个人的话 那抱你的那双手的衣服好像又跟你穿的一样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们是从拥抱自己这个概念出发的 就是在这张专辑的制作过程 甚至是这十几年之间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拥抱自己的过程 就是有时候你会不太喜欢自己的样子 甚至有一点点厌恶自己 但是慢慢经过时间跟岁月 然后你认识更多人 更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一方面也在认识自己 然后你会越来越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 而且你会接受 然后喜欢自己 但我会觉得我在跟你相处过的当中 我觉得你是一个蛮静静的在观察大家 就观察我们彼此 你不是那种很 就是像要人好了 就是那种很 大家需要 大家赶快关注我 瞩目我 大家赶快看我看我看我那种 你不是 你感觉就是比较默默的 可是你也曾经有过那种 在找自己 或是说不喜欢自己的过程吗 有耶 就是特别是 因为你想想看我这么多年 没有发行自己的作品 然后 有时候你会没有什么自信 我想说为什么 我这年到底都在做什么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 发表自己的作品 可是你有演员的身份啊 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个圈子 就是这么有意思 对 就是也是慢慢从 演员这件事情帮助我很多 就是慢慢找到自己 可以发挥的地方 找到自己的舞台 然后慢慢比较有自信 所以你一开始创作之后 然后到 后来一直没有发行专辑 其实对自己打击也是蛮大 打击很大啊 而且如果又有 感情上的题目的话 那个真的是 就是 有吗 就会推到谷底啊 有吗 有啊 因为我就觉得 里面 我第一次听到的是那些吧 我就觉得讲了好多 是不是也有情感上了 对啊 他就是一首关于情感的歌 所以我听了才会觉得 我觉得很奇妙耶 就是在这四面上 只要写跟情感有关的歌 我们就很容易 自己会去对号入座 你是在讲你的故事 可是我听 我就会把它变成是我的故事 这个很重要啦 我觉得这个就是创作人 之所以很珍贵 而且特别的地方 就是大家会 假如大家去看戏啊 或是看 听音乐的时候 很容易就想到自己过去的事情 它是一个内心的反射 那你怎么接触到演员这一块 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很喜欢舞台剧 然后那时候也认识一些 这个画剧社的朋友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 去学一下戏剧的部分 后来就去念了戏剧研究所 然后开始学习表演 你念戏剧研究所 你知道我对黄世勋认识有多浅 你念戏剧研究所 我念戏剧研究所啊 研究所 那研究出了些 研究 可是对我来说 上表演课还是最有趣的地方 然后每天试着在 因为表演课一开始都是游戏 然后那些游戏就慢慢让你知道 表演到底是什么 然后后来才陆续有机会 去参与舞台剧的演出 但我会觉得啊 人生的道路绝对没有一条路 是你现在正在做 你觉得很无聊 或是在浪费时间 绝对没有那种浪费时间 或是很无聊 因为你多年之后 你才会发现那些你以为是 浪费时间的时光 没有白走 你也许没走过演员这条路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灵感 跟那么多的沉淀 然后进而孕育出 你这一场专辑 对 就是凡事都是累积啊 对啊 每走一步他都会 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或是他慢慢累积之后 他会成为你身体 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既然世勋是一位 非常能够自弹自唱 然后真的唱歌 他唱歌真的超好听 就是你会进入他的世界里 你现在来帮我们唱第一首歌曲 你会想要唱什么歌 我想唱 现在是早上嘛 周末早上我想唱一首 翅膀和光 好翅膀和光 你今天过得怎样 有没有比昨天强壮 世界比你想的疯狂 我们唱歌的唱歌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了吗 日子会有些匆忙 别忘了自己的步伐 前方难免有风浪 可以害怕 用不着逞强 愿你像鸟儿飞翔 抑着自由的风 穿越温柔海洋 请你紧紧张开翅膀 带着好奇的心 和你的善良 请你也成为谁的太阳 在每一个季节 为它暖暖发光 愿你依旧轻盈歌唱 忘了忧伤 像孩子一样 带着好奇的心 和你的善良 忘了忧伤 像从前一样 我喜欢这首歌 我像悠悠的这样子 这首歌跟我之前听到的 那些还有 勉强的爱 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这个曲子相对来说就是 它是一个祝福的歌曲 就是写的时候就想说 有一些人在 可能会离开我们生命 去过自己的生活 或是 有些人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碰到他 那 当我们 缘分结束的时候 可能 能够给他就是祝福 我觉得会自弹自唱的人 还有自己创作的人 真的好有魅力 不是 你知道 你在唱翅膀和光 你刚刚正在唱的时候 我觉得旁边有好多光 就是 就在 闪闪发光 而且我真的觉得 你这张专辑真的是 带来太晚了 谢谢 但没关系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不嫌晚 就让我们听到了 世勋 非常 棒的 作品 然后也请 大家一定要上网去 好好支持他 现在在各大音乐平台 都可以找到 音乐平台都可以找得到 好就打 FINN 黄世勋 就可以找得到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接着下来呢 待会儿回来之后 因为我今天跟世勋说 我们之前一起演戏嘛 那也许我们 也许可以一起合唱歌曲 我其实觉得 我刚刚听唱之后 我觉得我好紧张 没问题的 我刚刚回来 四月十号 到星期六的早上十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怡沛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 黄世勋 世勋带来他的 全新的专辑 好 专辑里面总共有六首歌曲 大家一定要上网去听听 其实就是搜寻 黄世勋就会出现 其实我现在很紧张 我完全不知道 我在cue什么 因为 我竟然想说 世勋要来到现场嘛 当然要 听你专辑里面的歌曲之外 因为我 其实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真的没有时间 没有 没有 因为那是一个 而且那是一个 情绪很重的戏 所以就大家也没办法 欢乐在那边唱歌跟搞笑 你也不行 我更不行 很少 我的角色更不行 看之后巡演 有没有机会 对啊 就之后巡演 大家可能会 放稍微松一点 对 好 然后呢 世勋就跟我讨论说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要来唱什么歌 然后我就推了他一首歌 叫做 聊表心音 是薛之谦的歌曲 然后这首歌 是一首男女对唱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 然后就说好啊 那不然就来唱唱 好 那我们就来唱一下 等一下先让我喝一口水 来 思念会累积 一往无期 回忆在城里 绝旧的心里 我当年负着气 离开了你 我骗过我自己 忘了你 我当年看着你 不问哪里 就到处跟着你 永久的心里 你年少的决定 我都遇见我都遇见你 我说服我自己 等等你 我等你的雨季 记得是雨季 如此安静 爱上的你 我记得那草坪 我等你的草坪 高楼松起 再找一种雨季 我快要为人情 但你相信 你在哪里 我记得 我记得用沉默来代替 我没有那么爱你 请你别突然靠近 超出你这里 拥抱就可以 来辽表我心意 我没有那么想你 我只是在你怀里 多用点力气 你不必太在意 但我了表心意 我怎么那么爱你 我还是抵挡不了 你的身影 我必须控制自己 别疯狂地找你 我怎么能不恨你 因为爱恨在一起 才能远离你 不然只爱着你 我怎么舍得离开你 而且我只跟视频讲 就是传讯型跟她说 那我们来唱这首呢 我就跟她说 可能要稍微 稍微 修整一下 然後不要唱那麼長 然後我們就直接開始唱 就直接來了 就直接開始來了 默契還是有的 我覺得默契還是有的 是不是有學音樂還是有差 還是有差 一定有差 因為我會知道那個 對 你會感覺那個起落要怎麼開始 怎麼結束 好 這首《聊表心意》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歌曲 然後後來我丟了這首歌給世勳之後 世勳就說我們一定要唱這首 原因是因為聊表心意的MV的男主角 對 楊明威先生 楊明威先生 是我們《我們二德劇》裡面演醫師的那一位 所以我們就說他演MV的男主角 那所以我們當然要唱這首歌 他在MV裡面很帥 真的 你意思就是說他私下 沒有沒有沒有 私下很可愛 OK 就是跟在MV裡面就是不一樣的楊明威 不太一樣 楊明威私下其實就是一個大男孩的感覺 但他MV裡面就是 那種裝 裝憂鬱 不像他 對 好 接下來再來一首歌 因為今天是禮拜六的早上 來一首開心的 好 你選了什麼歌 愛情限時P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接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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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你講出心愛月 講我每日 腳想馬利一列 心情親唱春天風帶一歲 一好剩下一條愛借名思伏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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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伯爭者會完全來表達我意愛 你的溫柔你的可愛 你的味蕾你的風采 讓我對路你補兵的情懷 我跟著對你說出聲來話 唱了幾名 歌手也派飛 看到你我就完全沒講話 是後頭累累 好會怎對你說出聲來話 說我願為你 太太麻煩 是清清唱春天風底湊 幸好生中一條愛 今宵死敗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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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充這會玩 轉來表達我意愛 你的溫柔 你的可愛 你的味蕾 你的風彩 讓我對路 你保命的情海 就是要這樣 這是跟舞台劇不一樣 因為舞台劇是要經過很多很多的彩排 對 我們唱歌就是不彩排 不用彩排 也不用蕾 就直接來 因為我們沒有售票 好 那我覺得這段太好笑了 那接著下來我們要播一首 你在專輯裡面的歌曲 你會想播什麼歌 我想就播儀佩第一次聽到我唱歌的那首 叫那些 我超喜歡這首歌 還聽 各位聽眾朋友你一定要聽這首歌 他真的會講到你每心坦裡 你可以對號入座你自己的心情故事 4月10號星期六歡迎再度回到POP有夠勁 我是宜佩 好 今天在我們節目現場是黃世勳 帶來他的全新專輯勉強的愛 聽說世勳接下來有活動對不對 對 接下來有勉強的愛的專輯巡迴 第一場就是4月11號 也就是明天在台中的玩具島小劇場 然後4月24號在台北女巫店 4月30號在高雄Live Warehouse 你在巡迴的那個過程當中 你裡面是會唱完你所有的歌曲嗎 還是說會怎麼樣進行 會是我自己自彈自唱 然後會唱新專輯裡面的歌 也會唱以前上一張專輯裡面的 還有一些 還沒有錄音發表的作品 其實我會覺得每次聽你自彈自唱 我都覺得好有氛圍喔 而且你就很適合 你不適合在早上出現 你的歌都好適合在晚上聽 除了剛剛那個翅膀合光 很適合在早上聽 其他就是感覺晚上 然後你燈光光有點昏暗 你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很適合聽世勳的歌 你會很多跟自己的對話 接下來要唱這首 這首就是專輯裡面最重要的一首歌 叫做勉強的愛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MV 我覺得MV非常精彩 太難拍了 MV很難拍 因為大家如果有機會 上YouTube看MV的話 就是 他是一個人有點像是 接近現代舞的形式 嗯 然後每一個動作我們都有 就是花了蠻多時間設計 嗯 那怎麼樣才能夠表達出 歌曲裡面那種 掙扎還有不安的感覺 嗯 就是有一個人要走 另外一個人硬是想要把他留下來 對 就是你在人生當中 一定會有很多 歷經這種勉強的愛 即使知道兩個人也許不適合了 是 可是當別人要走的時候 你還是無論如何 你就是想要把他留下來 對 我看完這人V我其實蠻有感覺 現在就來現場聽一下 視訊唱這首 勉強的愛 我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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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小人 試著掛詆 試著会玩 試著修改 試著影響挑戰 试着装扮 试着好看 试着告诉自己 明天仍令人期待 试着改变日常习惯 世俗旅行登山 试着念经难难 看淡是非成败 试着把酒言欢 歌颂人生常态 试着部分青红造白 男孩或女孩 试了又怎样 要不要来互相伤害 试着忘了某天 某个夜里的纠缠 试着勉强的爱 反正都已经这么难堪 当然也想过前进不换 可谁都不愿人生如此苍白 所以才试着勉强的爱 倘若听见了谁的情侦 何不一百轻松自然 毕竟你我 毕竟你我早在各自的彼岸 试着装扮 试着装扮 试着好看 试着告诉自己 明天仍令人期待 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 而且我现在发现 我有不一样的画面 因为我当时候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是搭配MV一起看 我不得不说 因为MV实在太精彩 有很多肢体的动作 其实我会被MV 有点拉走 可是问题是 你现在在现场唱 因为我没有 我头脑没有画面 所以那个故事 就会进入我的故事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那是一种更不一样的体会 我觉得搭配MV 当然是一个欣赏的方式 然后单听歌曲 有时候是录音的版本 有时候是自弹自唱的 它有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今天就要完完全全体验 因为我刚刚听到 视讯是自弹自唱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MV 最后就来听一下专辑 会不一样的感觉吗 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吗 好 所以这个勉强的爱 从明天4月11号开始呢 视讯会在全省巡回 希望大家上网搜寻 黄视讯就可以知道 很多巡回的资讯跟消息 好 谢谢 我们最后就来听听这首 视讯在这张专辑里面 很重要的一首作品 勉强的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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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